什么?这一粒粒的黄豆不是炒来吃的,却要用来钓鱼? 感到十分好奇的我们,第二天一早随着陈伟出发,他说今天要带我们见识一下这炒黄豆钓鲤鱼的厉害。 我们来到了距华阳镇20公里远的双流县永安镇十路水库。 当天成都天气突变,气温下降8度,天空中也下起了熙熙凌凌的小雨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做钓,我们不禁疑惑,陈伟能钓起鱼来吗? 今天我就选这儿吧,库底还是比较平整,水深大概在三米左右。 今天天气不好嘛,温度有一点低,所以咱们钓深一点。 今天这样的天气应该不好钓鱼吧? 嗯,应该差不多吧,因为不好钓。 今天我看下这个图面,一个人都没有。 不过我相信我的窝料是没问题的,我现在把窝料开好嘛,待会让你见识一下我窝料的厉害。 我钓了大概有六七年的鲤鱼吧,自己制作了一套鲤鱼窝料。 钓了这么久,从来没有人赢过我。 陈伟口中的秘质鲤鱼窝料真的有那么厉害吗? 此时,他拿出了一袋东西,难道这就是他的秘质窝料吗? 窝料里面有大豆,玉米,大米,麦夫。 原来这一粒粒的炒黄豆已经被陈伟打成了粉末,制成了这秘质窝料。 陈伟告诉我们,这秘质窝料的研制花费了他五年的时间。 回到家中的秘质,凭着直觉,找来各种自认为鱼儿最爱吃的食物,开始进行着最初级的探索。 最开始,我就用那个大的这个玉米粒,家里面吃了那个大米嘛,然后加一点麦夫。 那些喂鱼的都是用粮食嘛,我就想用那些来尝试一下。 拿着自己做好的窝料,他迫不及待地来到水库边,想看一下自己制作的鲤鱼窝料的效果。 然而过了很久,却一直没有鲤鱼上钩。 竟然原本信心满满的他,顿时感到十分失落。 大概掉了半天,也是一条没上,当时那个心情啊,真的非常低落,一声气全部把它给倒了。 第一次窝料制作失败,陈伟的心中十分的沮丧,但性格要强的他并不服输。 回到家中,他再次进行研究。 然后我左思又想,是不是颗粒太大了,胃性太淡了,然后我就把那个玉米用酒泡。 干玉米它没什么玉米的原味,没什么气味,我就想如果把它破碎了以后,它里面的玉米味就出来了,加上酒的气味嘛,就感觉就是酒香玉米的那种。 不仅如此,这一次他还在无料中加入了新的元素,那就是黄豆。 豆子炒到五分熟嘛,膨胀的时候,还是把它打成颗粒。 将玉米,黄豆,米,这种种食物加工好后,陈伟又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们配比好,再一次去水边试了起来。 这一次的试掉,情况似乎要比第一次好了很多,这让陈伟信心大增。 我试了很多次了,每一次就是天气不好嘛,然后雨情也特别差。 几乎我去的地方都没人怎么钓,人家来看我钓,都说今天不行,钓不起来鱼,结果收获还是可以的,每一次都。 就这样,陈伟做钓鲤鱼的秘质窝料研发完成了。 不过此时,我们对陈伟手中的窝料产生了疑惑。 在气温奏降,温差为八度,无人做钓的情况下,他的窝料对鲤鱼还管用吗? 在将窝料开好后,陈伟又准备起钓尔,配合他的窝料。 他今天所开的耳料加入了50%的老张伊曼新香里,20%的本味剂,新香剂10%,最后加入了20%超用。 耳水笔为1比1,并进行充分搅拌。 而线组则是采用复原百川2.0主线搭配1.0紫线,吊单为水上雕黑客S20。 将这一切准备好后,陈伟开始打起窝来。 天气不好,鱼型差,打的时候就不用打那么多,因为鱼的活跃度不够,它历史性也不强。 就是尽量物化好,流底的少,等到鱼来了,在窝子里面了,稍微补勤一点就可以。 一般的情况下,我的窝料打下去10多20分钟就能上鱼。 看到陈伟对自己的窝料这么自信,我们越发好奇,在秦温奏降8度且下雨的天气情况下,他的窝料在20分钟内能将鲤鱼诱过来吗? 今天如果是换做其他人的话,我估计半天应该能不能钓上鱼了。 不过换到我的窝料10多干吧,应该就可以上鱼了。 头几干先抛下去,让鱼抛勤一点吧,让鱼适应下这个耳尿的卫星。 这鱼越下越大,鱼大的话,它会减少鱼的活动量吧,那鱼会不好钓鱼。 天气不好的时候嘛,那个鱼的刺口会很轻,它就用那个嘴在你耳朵旁边闯,对吧?闯了很久以后,它才会咬。 一定要想办法用掏下去的窝料,把鱼诱过来,诱到窝子里面来,就是物化到水泥以后,尿是散开的,鱼看到在这儿有那儿就是一种吸引力嘛。 再加上玉米和,我们做的玉米和米的穿透力,就会更吸引鱼。 咱们这都是第八干了吧? 对,八九干了,泡了,能,但我现在估计窝子里面有鱼了嘛,说不定我这一干下去就上鱼了,真的,应该可以。 那肯定这个窝料湿了很久的,我自己用了很久,效果都不错。 面对我们的质疑,程伟似乎并不紧张,他对自己的秘质鲤鱼窝料充满信心,但是眼前的形势好像并不乐观。 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,在20分钟内,他还能将这鲤鱼钓起来吗? 师傅,你那根儿钓鱼了? 对啊 根儿一般的不好钓,钓不到,这个口感不细,这个天气不好。 我刚才带了自己的窝料来的吗? 自己的窝料担心都炫,看它不好钓的很久。 不行,你待会儿看吧? 待会儿看的有点炫,反正不好钓。 你没问题的,真的? 你那人是凶,你是用那啥的窝料啊? 就是我自己制的吧,你专门对鲤鱼的窝料。 你好凶,我每班都点不到。 已经蛮大的,这个。 我的窝料中,含有玉米、大豆、米,这些粮食作物。 而且通过我特制的酒,泡过以后,再把这些料粉碎。 酒的香味,加上粮食的味道。 入水以后,它会在水中释放出酒香味。 穿透性非常的强,会吸引鲤鱼前来刺耳。 事实证明,今天钓鱼的条件也不好。 来鱼的下雨,温度也不高。 我的窝料还是可以的,能钓上鱼。 在恶劣的天气,再来钓的鲤鱼,我的窝料一样能把它钓起来。